日本首相菅义伟三日表态不再寻求连任 美国白宫随即声称美日联盟坚实如铁 并赞许两国近期在中国和台湾议题上的合作 表示美国总统拜登感谢菅首相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和全球共同面对挑战上的领导和伙伴关系 包括疫情 气候变迁 北韩 中国 以及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911事件20周年前夕 美国总统拜登4日签署行政命令 指示司法部与相关机构检视 解密并公布关于911恐怖攻击的调查文件 并在6个月内对外公布 美国之音周五报导说 大概有2000名在阿富汗出生或居住的维吾尔人担心 在塔利班接管政群后 他们将被遣返中国 跟100万名新疆居留营的维吾尔族人一样深陷淋雨 南韩一名33岁女子第一剂接种AZ疫苗 第二剂接种辉瑞BNT疫苗 结果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包括手臂血管破裂 头晕 发冷等症状 目前已在医院接受治疗 详细原因与疫苗间的因果关系仍有待厘清 先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本集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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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